对一些人来说 这些或许是没用的旧塑料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 却可能是兼具收藏价值和儿时记忆的宝贝 4月7号 在英国不明汉举行的玩具收藏展上摆满了形形色色的老玩具 约3000名收藏家和超过550名卖家都来这里认真寻宝 从60年代的行动侠到80年代的星际大战 曾经风靡一时的热门作品的原版玩偶受到收藏家的欢迎 而一些人保留原包装的玩具可以售出更高价格 而在这次展览上也有收藏家成功寻宝 并以110英镑把它带回了家 不过 成家的玩具收藏家可能要小心妻子的唠叨 新台电视台记者韩非综合报道